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喜剧科幻片 我的超级前女友,路边的一家珠宝店被打劫了 劫匪正开着车兴奋的欢呼,没想到他们下一秒就上了天 人群大喊着G-Girl,果然一个身材娇好的卷发妹出现了 子弹也无法打伤她,帮助警方抓捕罪犯后,她就离开了 地铁上,马特正在和朋友谈论超能力 朋友怂恿她去和对面的妹子搭讪 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妹子就是超能力者卷发妹 马特被无情拒绝,还想继续尝试 没想到突然窜出来一个抢劫犯,抢走了卷发妹的包 马特将包追回来之后,卷发妹为了感谢她,答应和她约会 在约会的途中还不忘去拯救世界,两个人很快就好上了床 但马特却突然有一天被胡子哥绑架了 他要求马特告诉她卷发妹的一切 马特不从,他就将马特挂到了自由女神像上 当然他会在最后一刻被卷发妹救下来 卷发妹告诉马特,胡子哥是他学生时代的男友 有一次他们去野外准备干点什么的时候 一颗陨石砸在了附近 卷发妹触碰过后就获得了超能力 他们也自然而然的分手了 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卷发妹发现了马特和他公司多年的女同事有暧昧关系 非常的生气 马特也因此发现自己爱的其实就是同事 他提出要和卷发妹分手 卷发妹气的把他的鱼给煮了 然后冲破房顶离开了 此后卷发妹总是给马特制造麻烦 还害得他被截雇了 他想搬家 胡子哥却找上门来 说自己有办法可以让卷发妹的超能力消失 马特不情愿地拒绝了 毕竟他们曾经在一起过 他不想做伤害他的事情 但他还是留下了胡子哥的名片 胡子哥刚走他就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赶到他家才发现 他和湛南分手了 马特顺势表白 两个人愉快地上了床 没想到卷发妹再次出现 这次更是带来了一条大鲨鱼 扔向了他们的床 造成了一系列惨案 马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顺着名片地址前去找胡子哥 在胡子哥家里看到了他为卷发妹制作的圣殿 原来他还一直深爱着卷发妹 胡子哥说他现在已经制作出了一块 能够吸走卷发妹身上能量的石头 现在只需要马特将他引上钩 马特照做了 带着一大棚玫瑰去请求卷发妹的原谅 并邀请他七点在家里相见 卷发妹如鱼而至 没想到同事也在此时找上门来 两个女人吵得不可开交 马特立马打开了包装石头的礼盒 卷发妹立刻探倒在地 能量源源不断地被吸走 胡子哥此时也赶到了现场拿枪对着他们 现场一片混乱 卷发妹趁机伸手触摸能量时 马特让女同事阻止他 但没来得及 两个人都被一起炸飞了 没关一会儿就看到两个女超人在街道上互殴 马特鸡猫赶到阻止 并且在现场撮合了胡子哥和卷发妹 马特也和同事开启了幸福的生活 此后将会有两个女超人一起维护世界的和平 讲实话这部剧的槽点也太多了 主角对对感情的态度也是不敢恭维 当个神话剧看看 嗯 也还是想吐槽啊 不过话说回来 女朋友这种生物最好还是不要招惹 好啦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我就陪你一起吃狗粮哦 恨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